一位美艳绝伦的公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 竟然打算将孪生妹妹献祭给王国里的一只可怕的怪物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根据希腊神话中 米诺·唐诺斯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倾国倾城 孪生花》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克里特王国宫殿底下的迷宫里 住着一只可怕的牛头怪 它被视作是众生对克里特的惩罚 因此每隔一段时间 国王米诺斯都要献祭年轻女子给这只怪物使用 以求得到奥林匹斯众神的宽恕和庇护 后来米诺斯国王的妻子帕西法王后 掩开即将不久人世 就在临死前 王后告诉了国王一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原来除了他们身边的女儿费德拉公主以外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名叫阿里亚德涅 她原本是费德拉公主的孪生妹妹 但因为王国的法律规定 孪生姐妹必须有一个献祭给牛头怪 所以阿里亚德涅出生以后 就被王后秘密送出了宫廷 如今王后时日无多 便想将这个女儿接回到王宫团聚 同时她也恳求丈夫 废除这种残酷的活人献祭仪式 说完之后 王后便于事长辞 国王米诺斯非常悲痛 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 他们决定派人去那个村庄 将女儿阿里亚德涅接回到王宫 并且开始认真考虑 能否废除这种血腥的活人献祭 然而没想到的是作为眼下克里特 唯一的王位继承人 菲德拉公主可不想看到这个妹妹 被接回来 正好被派去执行任务的 卫队长齐龙是菲德拉公主的亲信 她于是叮嘱齐龙 当她见到妹妹时 什么也不必说 一箭刺进她的心脏就行 齐龙领命以后 便带着一伙士兵 袭击了那个村庄 为了掩盖罪行 他们见人就杀 男女老幼一个不留 就在其中刚刚看到 阿里阿德列公主准备动手时 突然冲进来两个墙中的年轻男子 他们分别是 雅典国王的王子特修斯 以及克里特王国 一位大臣的儿子 德米特里奥 两人本来正在进行一场 电弓立业的旅行 结果无意间看到了这种事 便出手救下了这个姑娘 其中知道那位德米特里奥 乃是克里特一位大臣之子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被国王知晓 其中只好暂且撤退 这时的阿里阿德列 并不知道自己的克里特公主身份 她的养父母又刚刚被那伙士兵杀害 走投无路的阿里阿德列 只好跟着特修斯去了雅典 回到雅典以后 特修斯受到了雅典市民 和国王的热烈欢迎 换换衣服后的阿里阿德列 显得光彩照人 十分美艳 从此以后 两人郎才女貌 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对恋人 另一边 话说其容任务失败 回到克里特后 费德拉公主又现成一计 让其容告诉父王 就说他的妹妹阿里阿德列 遭到了一伙强盗袭击 早已命散皇权 老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 非常悲痛 再加上王后刚刚去世 从此国王郁郁寡欢 再也无心证悟 王国的政权 就此全都落在了费德拉公主的手里 后来费德拉公主 又让其容秘密潜入雅典 告诉德米特里奥说 他的父亲和姐姐已经被囚禁 要想亲人活命 他必须杀死那个 名叫阿里阿德列的姑娘 德米特里奥为了自己的家人 也只好照做 但当他看到阿里阿德列熟睡的样子 他又不忍心下手 并且阿里阿德列已经成了特休斯的恋人 这样做也实在对不住自己的老朋友 后来得知德米特里奥的难处后 特休斯也无法见死不救 他于是决定和好友一道 去趟克里特 营救他的家人 临走之前 他答应阿里阿德列 回来以后就和他成婚 来到克里特以后 两人再且住在了德米的一位好友家中 不过两人的行踪 很快就被菲德拉公主得知 菲德拉公主于是把特休斯 又邢到王宫一探虚实 结果发现 这位雅典王子果然是恐怖有力 无意超圈 而且又长得英姿勃发 一身正气 让公主心里好胜喜欢 特休斯看到公主时 也是吃了一惊 此人长得和阿里阿德列 简直一模一样 像是一个人 得知特休斯的来意以后 菲德拉公主于是开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特休斯留在克里特 陪在他的身边 他就立刻释放德米特里奥的家人 但这时的特休斯 还等着回去和阿里阿德列成婚 自然不肯答应 公主一气之下 便立刻决定 将德米的姐姐 献祭给牛头怪 特休斯本想恳求公主 除了让他放弃阿里阿德列以外 他什么都可以答应 然而公主一听此言 更加气急败坏 立刻下令举行献祭仪式 无奈之下 特休斯立刻冲入人群 企图破坏献祭仪式 另一边的德米特里奥 也心领神会 和他一起并且作战 但因为对方实在人多是众 两人根本毫无胜算 眼看情势不对 两人只得先行逃离此地 来日再做打算 结果半路上 德米特里奥身中一箭 最后不幸亡故 后来特休斯逃到海边悬崖后 也是走投无路 逃无可逃 最终他也身中一箭 坠入了大海 但幸运的是 这片大海的海洋女神 最后救起了特休斯 海洋女神还将阿里阿德内的绅士 和他姐姐费德拉公主的阴谋 告诉了特休斯 特休斯虽然刚刚苏醒 但其实人间遭遇过去了一年 因为他的父亲误以为 特休斯已经被克里特人杀害 父亲于是率领雅典大军 进攻克里特为儿子报仇 可惜最后雅典军队惨败 克里特人反而攻下了雅典 特休斯父亲也很有骨气 为了替儿子保护阿里阿德内 他宁斯也没有说出这是阿里阿德内的下落 但没想到的是 阿里阿德内不愿看到 雅典人为自己牺牲 他于是自投罗网 恳求以他的性命 换回那些雅典的俘虏 最后阿里阿德内被加送回克里特 他将成为牛都怪的鸡片 看到这里以后 海洋女神劝说特休斯放弃阿里阿德内 他让特休斯留下来成为他的夫君 并且答应特休斯赐给他永生不死的神格 但特休斯忘不掉自己的恋人 一口拒绝了女神的好意 在他的恳求下 女神只好无奈地又将特休斯送回了人间 另一边 在处死妹妹之前 费德拉亲自来到狱中 看望了阿里阿德内 事到如今 他也将自己的阴谋和缘由告诉了孪生妹妹 这时的费德拉不但憎恨妹妹 会威胁到他的王位 并且还嫉妒妹妹夺走了特休斯的心 他一怒之下便命令狱卒将阿里阿德内的容貌烧毁 这样即便他们在冥界相见 特休斯也不会再认输他来 没想到就在这时 特休斯正好杀辣金来制止了狱卒 就在狱卒用烙铁反击特休斯时 正好被特休斯躲过 结果烧红的烙铁砸在了费德拉脸上 一下子面容惊毁 更惨的是 费德拉还一不小心掉进了猎口池 后果可想而知 特休斯杀死狱卒后 发现卫兵也正朝这里赶来 情急之下 他让阿里阿德内披上费德拉的斗篷 假扮费德拉公主 然后对赶来的其中谎称 掉进猎口池的是阿里阿德内 他们还演了一出双簧 故意让人抓起来特休斯 因为这对狼生姐妹实在太像 其中等人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随后不久 阿里阿德内看望从未蒙面的父亲时 他不禁感慨万千 将姐姐的惨死等事情 全都告诉了父亲 没想到这时一个大臣 无意间听到了阿里阿德内的谈话 后来吉隆得知此事后 道也并不想揭穿阿里阿德内的身份 他反而觉得费德拉太过残暴 太过强势 也不好控制 如果阿里阿德内能成为自己的女王 道也是件好事 当然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阿里阿德内将来必须和他成婚 这样的条件 特休斯和阿里阿德内自然不肯答应 后来有一天 婚人陷进仪式再次举行 其实这种仪式早就失去了向众神赎罪的意义 反而成了其中等野心家打压异己 残暴统治人民的手段 没想到在仪式举行时 特休斯已经从狱种逃拉出来 他来到仪式现场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布 他将只身前往迷宫 杀死那头可怕的怪物 终止惨物真道的活人献祭 让克里特人民不再恐惧 就在特休斯走进迷宫后 人群中突然有人证明一呼 说是要终结这种残暴的仪式 违反其中等人的残暴统治 在这个人的号召下 众人一拥而上和围兵打成了一片 这时阿里阿德内趁乱 偷偷溜进了迷宫去找特休斯 结果他的衣衫不慎被挂开 这小小的意外也让他心生一计 他于是将一线的一头 绑在出口的石头上随即走进了迷宫 与此同时 特休斯在迷宫整了半天 最后终于找到了 传说中的可怕的牛头怪 米罗陶诺斯 这只怪物怎么看都不像是牛头怪 倒像是个大猩猩 插了两个小小的鸡脚 和几颗吓人的獠牙 不过这头怪物的战斗力还是很强 特休斯都有些招架不住 正在这时 阿里阿德内听到声音后 也改拉过来 看到情人有难 他便赶紧递给了特休斯一个火把 特休斯随即将火把往怪物脸上一戳 着实把怪物熏得有些难受 趁着牛头怪有点梦圈时 特休斯捡起一块石头猛砸过去 终于弄死了这头吃人的牛头怪 后来等两人出来以后 其中等人遭遇被愤怒的民众杀死 老国邦米诺斯也终于出山 围定住了混乱的局面 最后特休斯捉眼的宣布 牛头怪已经被他杀死 黑夜已经过去 在克里特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中 电影也欢缓落下了帷幕 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 意大利拍了很多希腊神话题材电影 不过这些电影大多将希腊神话 改得面目全非 甚至有些优质可笑 基本上全靠女演员清凉的一山 和男演员建树的鸡肉博人眼球 虽然很多影片评价不高 但看起来也蛮有意思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